兩個SUB了嘛 所以呢有兩個SUB 然後呢我們其實就可以產生兩個按鈕 按鈕上禮拜講過 其實跟錄製聚集是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舊的這兩個也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實可以直接拿這個按右鍵 如果說你把它要改成 另外一個聚集 另外 剛剛寫的SUB的話 其實聚集就是SUB啦 那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指定那個聚集 那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所謂的門號公式 剛剛我們寫的這個 也就是說呢只要是SUB 他將來都會幫你把它放在聚集裡面 所以其實啊 聚集感覺那個名稱就是叫SUB SUB名稱對他來講就是聚集 OK所以 看到這個名稱並且把這個名稱給複製 然後按確定 這時候的話呢把名稱再改一下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玩 清除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這邊有個Module1 點清除 Module2點清除 為什麼 因為名稱一樣 所以名稱一樣 你會發現在前面 就會多一個什麼Module 那怎麼辦 其實我是建議啦 最好名稱不要取一樣 所以要不然的話就是 把那個 這個叫清除 這個叫清除2算 名稱 改多個2好了 名稱不要一樣 不然的話一樣他會 不知道說你是指哪一個啦 OK 不然 而且特別注意盡量名稱不要一樣 在同一個專案裡面的話 所以這邊按右鍵 重新指定好了 你們會發現 他就不會有 Module1點清除 Module2 就變成一個清除 一個清除2 那我們就指向清除2 這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就可以 按下他 就清除 這邊按下他 就輸出 輸出的話 這邊就公式 有沒有 那至於說呢 將來 哪個地方要變成I啦 其實有的時候有個小技巧 就是你點這邊 再點下一個 你會發現 會變動的那個 這三個數字啊 就是將來要變I的地方 那變I的 這個規則 有時候你就是把它稍微記一下 反正就是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那加一個I 那and的前後 壓加空白 就這樣 這個當然如果你有時候 實在是不太理解 你先把它乾脆先背下來算 因為它其實規則就是 本來是一個完整的文字 對不對 那為了要放I進來 因為I不能直接放進來 所以把它切開來 那I呢 一定要用and跟 前面的這個文字跟後面這個文字串 所以會有兩個and 把I放在中間 這樣的話呢 他才能夠 去變動他的這個數字 這個也是規則啦 有時候你可能你剛開始不太 能夠理解 那你就先乾脆把它記下來算 那這個規則也不是我訂的 這個是微軟 Bear蓋是訂的 因為Bear蓋 它就是 開發那個basic的 它最早就弄這個東西 所以呢我們一般就是 把它規則記下來 那不要做錯 就是OK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注意 小心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兩個按鈕 第三個按鈕呢 其實 它的規則 跟這個門號公式有點像 所以我乾脆偷懶一下 把這個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把門號 底線公式 Delete掉 因為呢 我的 名稱要叫門號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輸出的時候呢 不能夠是 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特別是喔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輸出就是它的結果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大家看一下 其實喔 主要要從哪個地方思考 就是說呢 你後面丟過來的東西 不一樣 首先的話呢 它的規則 我們一定是丟什麼 丟09 所以它有點像是 在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 編輯列裡面輸入公式 的道理差不多喔 09 後面要串什麼 AND嘛 有沒有 然後串什麼 09 然後我要再串這個 電信業者 但是電信業者喔 在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呢 我們要 怎麼去取得它呢 其實很簡單喔 如果你要取得這個資料 放在這邊後面的話 那就跟他講說 他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叫Sales的 哪一列呢 其實一樣是I列啦 所以我把這個儲存格 複製過來 把1改成什麼 改成F就好了 那我 那我先打到這裡 我先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911 有沒有 然後928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他的0不見了 因為他是一串數字 所以他把它當數字 數字沒有0開頭的 那什麼時候會有0出現 很簡單嘛 你後面再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加一個-的符號 你在執行 有沒有發現 因為有一個 非數字的字元 所以呢 他的0就幫你保了 他把它當文字啦 有沒有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應該就是在串什麼 串084 有沒有 可是084要怎麼剛好串呢 但如果我們用之前那個 TEST 那個 規則 來思考 後面再AND AND什麼呢 再把 這個儲存格 驅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儲存格 複製過來 我習慣拖拉加Ctrl鍵 就是Ctrl C Ctrl V 拖拉加Ctrl鍵 這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G 不過如果改成G的話呢 那這邊執行會什麼 變84 他不會是3 那之前的話 我們 有用了一個 TEST的函數 還記得吧 有沒有 TEST 然後呢 把那個G2放進來 Format格式為 3個0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 VBA的 這個函數 跟Excel的函數 是不相同的 也就是說呢 在VBA裡面有一些函數 可能兩邊 名稱一樣 但是有時候兩邊名稱不一樣喔 比如說 在Excel裡面叫TEST 可是在VBA他換了個名稱 他叫什麼名稱呢 他叫Format 所以喔 其實如果他做出一樣的 這個功能的話 只要做一個動作就是 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在這個外面包一個Format TEST 然後錢刮弧 OK 那把資料84放過來 那格式化成3碼的話就是 豆點 然後給他什麼 雙引號 0 0 0 後雙引號 然後呢 記得後刮弧一下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其實這個做法 跟 之前的TEST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名稱改成叫Format而已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寫法吧 OK 那我們就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的話 他這個地方呢 出現的結果 應該是切過來這邊 那現在應該就會出現084 有沒有084就有了 然後後面的這個 一槓 然後007的話 有沒有後面這個是7嘛 就007的話 那做法跟之前的 那個 也是有公式還滿得一同的 就怎麼樣 把這邊後面這一串有沒有 從那個 這個M的減號碼 到Format的 這個哪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複製 再貼到後面 然後只要把什麼 把G 改成什麼 H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 OK 執行一下 應該是沒錯了 執行給各位看看 執行 這樣OK了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 執行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裡面的東西 他就不會是一個公式 而是 在這個裡面運算完之後 再丟進來的結果 OK 那你說兩者有什麼差別 那不是都一樣嗎 為什麼你要交兩個 跟各位講 如果啦 以資料量來看的話 他最後啦 我們把這個 再增加一個按鈕 不過我習慣是 直接把這個按鈕複製 直接拿這個按鈕貼啦 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直接 拿這個按鈕複製貼 他的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大小會是一樣的 不然的話你如果再重新拉一個啦 說真的你怎麼畫都不會一模一樣 還是會略為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除非你真的 手非常巧 不過基本上 我是建議 複製貼過來最簡單 然後按右鍵重新再指定 這個具體叫做門號 然後呢 把它 複製 其實不用複製啊 直接把這個後面門號 底線公式這個 Delete掉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清除 這個就輸出公式 這個就輸出結果 那你想說 老師那不是都可以嗎 這個方法 跟這個方法不是得到的結果 看起來都一樣 那為什麼要交兩個呢 其實跟各位講 用這個 上面這個方法好處是 如果你已經有公式你輸出是最快的 因為什麼都不用思考 只要記得兩個規則 雙一號 一個變兩個 然後呢列號變成I 剛剛這兩個規則 很簡單 那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變成這個的話 你還要知道說 Test還要變format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就變不出來了 可是喔 這兩者最大的差別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假設呢 用公式丟過來 如果你將來你的那個 你的資料裡面公式非常冗長的話 那你這樣丟喔 最後你會存檔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變得很大喔 為什麼 因為裡面都是一堆公式存在裡面 有沒有 所以越來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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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的話跑得會很慢 OK 所以如果你有儲存的 希望不要那麼大 第二個效率跑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去思考 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方法丟進去的東西 他就是 很簡單的數字 就是這些數字而已 然後執行的效率 有的時候相對也比較快 那當然是上面的方法 比較簡單 因為你只要 Excel本身寫好公式 你就直接馬上可以變VBA了 下面這個方法就是你還要去想想看 我要怎麼樣把那個原來寫在Excel裡面那個規則 要把它轉成VBA的規則 因為Excel的規則跟VBA規則不完全相同 但是有部分是相同的 只要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可能就要花很多力氣啦 這個也是你們要學習的 如果以後你兩個方法都可以的話 那你就選你比較習慣的 當然至於哪一種 我是覺得有時候工作上 反正方便為原則嘛 對不對 先可以先把東西產生 再說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門號的部分 我把剛剛這個重點回顧 一 我是拿這個複字貼過來 這個有沒有貼過來 二 把這個門號的名稱 低調 然後這個的話呢 把它什麼 改成這樣子 然後裡面我是先輸入什麼 09 有沒有 然後再去看一下09後面就是加上 那個 F欄的資料 就這個0911 所以我就直接拿 這一個複字過來 然後再剪 再format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切換給各位 OK 盡量去熟悉啦 然後盡量去習慣這種 LBBA的寫法 因為如果你慢慢習慣之後 可能 剛開始寫的字數不多 你也可以慢慢很精確 很正確 執行的話 那如果你的這個 公式越複雜 那你就可以越做越 多的變化 你可以很快看到什麼 你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你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你原來滑鼠鍵盤 連續的動作 可以馬上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了 你這樣不是很好 而且一道有用意 程式寫完之後 基本上呢 那你就不用再做了 反正下一次 只要你那個規則是按下去就好了 那不是當然 相對的 我就覺得效率是在10萬8千里 當然以個人來說啦 如果你效率高 你時間就變多了 你就可以有多餘的時間 再去try 像有些同學每天都在用Excel 所以他效率提高了嘛 所以沒事幹嘛 每天都是在 在練習 就把我們上課講的東西 他要全部再融入到裡面去 再加到工作上面 那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變得 非常的自動化 這樣子慢慢慢慢 你會發現 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因為你效率又再提高 有沒有 那你就再有時間 那再有時間就再學習嘛 對 會發現可以學很多 把所有身邊的工具 通通學會 那不得了 所以 以後的話 你會發現 工作也是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門號部分先完成 因為這次有經典的財源 我會示範 行